咱加油 市路上我们相信你 必须找信任的人 也要对助理好一点 至于奖金制度 否认要其他助理回元加班费 但承认有问过其他助理 愿不愿意退回加班费 用于公务 零用金制度没人抱怨过 具体金额都有讲清楚 虽然不是强制的 但因为这是劳资契约 想在高宏安这里上班 就得遵守游戏规则 只是其他助理 对黄慧文疑似颇有为辞 笔录内容亦有所指 陈焕瑜说 加班申报时数 都是黄慧文决定的 自己根本不知情 王宇文更加码爆料 小兔曾找过他 问他愿不愿意 拿出部分薪资购买电器 但对此黄慧文庭内全否认 一度讲到语气高亢超激动 甚至在笔录上狂喷高宏安 说他每天只想推卸责任 是最大受益者 要吃要拿还要吃我们豆腐 现在还不放过我们 认罪的不认罪的 高宏安助理们全说不知情 都是被小兔要求的 还会抖出哪些内幕 近代司法后续调查 只有张正明彩商 SNG小组常常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